女生们 先生们 各位来宾朋友 大家今天早上好不好 好的话 给点热情的掌声好吗 今天呢 我们有分线下以及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有两台的镜头 三台的镜头 我们现在是Live 给线上的朋友 可以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讲座会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 我再次想听听大家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这才是我们沙巴亚比的精神有没有 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Alliance Malaysia 您的健康 您的生活 健康讲座系列活动 沙巴亚比战 我是今天早上的主持人 我叫MC Jeff 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可以受邀担任今天早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棒的这个讲座会的主持人 那我也仅代表Alliance Malaysia 衷心的感谢所有我们在场的各位贵宾 各位来宾以及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前来出席 到我们的Marriott KK Hotel 来出席这一场讲座会 那我也跟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OK 好 那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今天的这个一系列的讲座分享会 过后呢 大家可以从中收获满满 那在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满满的医学知识回家 你们说好不好 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流程 好吗 好 大家可以注意我们两个大屏幕 那我们今天的流程 非常的简单 我们有四场 市场的这个讲座会 不同主题的市场讲座会 那第二呢 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的这个礼品包 好 那刚刚登记的时候是不是有拿到一个goody bag进来 有没有 好 那礼品包里面呢 你们可以拿出有一张非常重要的这个传单 这个传单呢 有两面 一面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agenda 那另外一面呢 就是有很多圆形圆形的格子 那格子呢 就是要让你去collect 让你去收集贴纸 就是收集stickers 然后粘上去 然后有五个或以上 这个贴纸过后呢 您将会可以有机会去 参与我们的这个旋转幸运大轮盘 引起我们的Allianz Malaysia的这个周边商品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跟大家讲解简单的带过了 那怎么样来领取这个stickers呢 所以我们今天有四堂的这个讲座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每参加一堂的这个课程呢 每参加一堂的这个讲座会 你将会得到一张的帖子 就比如说 今天你参加了第一堂 那你就回家了 那你只有一个 那如果是你参加了三堂过后呢 你就会有三个 或者是参加满的话就有四个了 当然呢 我们也鼓励大家 去到我们的photo book拍照啊 然后玩游戏 刚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开始玩那个游戏 对不对 玩游戏就可以得到一张的sticker 那就是去health check 去这个健康检查 你将会得到两张的帖子 所以呢 只要有五张就有一个机会 去转那个轮盘 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品 那如果是你要转多一次的话呢 就是在等下我们的break time的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feedback form 就是我们这个回馈表格 那你填写回馈表格过后呢 你将会可以得到多一次旋转这个 转动这个大轮盘的机会 大家清楚没有 清楚哈 OK 好 我要跟线上的朋友打招呼一下 线上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有听到听清楚的话呢 有听到声音 有没有声音的话呢 可以跟大家打个一号 好不好 可以打个一号上来在comment那边 我可以看到吗 这边 打个一号上来证明你们已经准备好 开始听讲座了哈 那最后呢 这个最重要的注意事项 在我们讲座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在现场的朋友 那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手机要调至静音模式 或者是关掉 那第二呢 就是请保管你们身上的贵重物品 那主办单位呢 是不会对任何遗失的物品 做任何的负责的 那所有穆斯林的贵宾们 那这个礼拜四呢 将会是在七楼的厕所旁边 那我们也鼓励在场所有线下 所有的观众朋友 所有的来宾朋友 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Main Sponsor 也就是我们的 Institut Jandong Negara IJ and the Boo 那就是得到更多的咨询 那可以去参与他们的这个 得到更多的Information 那也鼓励大家尽量的去玩Game 尽量的去玩游戏 以及去拍照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马上就要开始 要跟大家介绍 今天早上的第一位主讲 贵宾 那他本身呢 他是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院的会员 并在IJM担任心脏病专家 他在心脏技术和实践方面 有广发的兴趣和知识 也并且参与研究和发表了27篇以上的出版物 那我们 他就是我们的Dr.T.E.Sin 来自IJM 掌声 好 在Dr.T.E.Sin 今天的这个讲解过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Q&A 就是10分钟了 Q&A 所以这个Q&A Dr.T.E.Sin讲完后呢 大家现场的朋友 如果是要有什么疑问 什么询问的话 可以举手 那线上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 这30分钟 我们Dr.T.E.Sin 为大家解说 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直接答在留言那边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去 筛选这个留言出来 等一下我们 最后10分钟的Q&A session 就会 交给我们Dr.T.E.Sin 好 各位亲朋 还有各位来宾朋友 让我们掌声 再次给我们的Dr.T.E.Sin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然后今天我很荣幸 感谢那个Allianz 跟那个IJM 还有那个AdWords 一起合作 然后把我带来着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最近我们在 国家心脏中心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 新的技术 然后让针对这个心脏的疾病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是郑医生 或者是Dr.T.E.Sin 来自国家心脏中心 在吉隆坡那儿 所以今天我主要的那个 心脏疾病的那个 探讨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主动脉下载 在我详细讲之前 我想知道在场的各位 有谁有听过这个主动脉狭窄 或者是说英文 我们叫Aerotic Stenosis的吗 有的可以请举手一下 没有听过 只有一位 我只看到只有一位 现场观众里面 只有一位 应该是低于1%的观众 在这边的听众 有对于这个疾病的那个了解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是来这儿和大家分享 因为除了那个心血管的疾病 主动脉狭窄 这个半膜的狭窄 已经开始看到它的普遍化了 所以尤其是说在年龄方面 当大家开始达到这个黄金年龄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疾病的那个普遍程度 也是越来越频繁 在接下来呢 我可能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可能从一个简短的一些图片来看 这个图画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OK 其实我们的心脏的构造 跟我们生活习惯 或者我们周遭环境的一些构造 是蛮相似的 所以我用这些图画来代勾起来的话 大家就比较容易的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水崩 其实和我们的心脏一样 都是它在工作的时候呢 是要崩那个血出去 而我们的心脏呢 在我们的胸口的正中央 偏向左边一点点 它的形状跟它大小 大概是你的两个双手合长起来 它从你开始 妈妈开始怀孕的时候的第八个星期 或者是有时候在第六个星期 妈妈开始感觉到有怀孕的症状的时候去检查 就已经开始见到宝宝的那个心脏开始跳动 如果大家现场是做过爸妈的 肯定知道你看到心脏跳动的那个喜悦感 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心脏是完全不曾停止过的 从你开始怀孕 到你八九十岁是完全没有停止过的 可以说心脏是我们整个器官里面 是最勤劳的一个器官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要好好的照顾它 心脏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脏图 这个构造和我们的整个房间比较起来是相似的 我们的心脏呢 它可以分成上下左右 上面有心房 下面有地下室 然后左边跟右边 所以我们一个心脏里面有四个房间 房间与房间之间呢 它有那个门 它有那个门相通的 这个门我们叫做半膜 然后我们整个心脏里面 中间它也有一些神经线 这就是主动脉半膜 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的 这个四个半膜里面呢 它是最后一道门 当你的有氧血被崩到你全身器官之前 它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我们叫做主动脉半膜 所以如果我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动画的图来看的话呢 我们的心脏是每一次它崩 它收缩 它拿到那个血进来 然后它崩出去一个cycle的话呢 它都是一个单向的流动 不会倒流的 当我们心脏一直上下 你看到它每一次崩的时候 就是门会开关 开关 是十分有系统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心脏 首先是从你出时 你妈妈怀孕的时候 你的心脏在六个星期 就已经有这个自己本身的电池 我们叫做pacemaker 它这个电池有很多神经线 就好像我们整个房间里面的 那个电线一样 它传输这个电流 刺激你的全部心脏的肌肉来跳动 而我们的那个心脏的肌肉呢 就好比我们的这个房间的那个墙壁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心血管 也是每次大家所听到的那个heart attack的时候 心血管阻塞 或者是心血管狭窄 这个血管就好像我们的那个排污的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血管的那个系统 所以如果你看清楚到最后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心脏构造 其实跟我们的房间这个物质的构造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屋子不是只有只会有那个血管的阻塞 你的屋子也可以有墙壁那边有破裂 有损伤 你的屋子也可以有电流短路 当然你的屋子也可以有那个门 变太紧或变太松 它不能开太好 不能关太好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么多心脏疾病里面 其实水屋是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之外 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半膜的问题 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主动脉半膜 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这个主动脉半膜的了解 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我们的心脏的构造 OK 如果大家都了解这个心脏的构造呢 我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测验 就是说谁答对的话呢 我们有吗 请问一下有那个小礼品吗 有小礼品 好 这个很简单的 只有一对一个答案而已 我们的心脏有多少个心是心房和半膜 我喊一二三 大家才举手好不好 一二三 我看到这才的一位女士 那个答案ABCD C 两个心是两个心房 四个半膜 来大家给我们这位听众一个掌声鼓励 OK好 让我接下来就是说 现在我就走一个比较详细的 关于到这个心脏半膜的疾病 心脏半膜其实可以有先天性的 就是说在怀孕的时候就有问题 它的门太开不到 或者是构造的问题 或者是我今天比较多发现到的事 就是获得性的 获得性就是说 后期当你的年龄开始上升到 七十八十九十的时候 它开始有概制化 变成狭窄 有些病人 他的那个门不能关紧 你会看他关不紧 他关的时候还有一个漏洞的空间 有些的病人 就是说他的门开不到 开不门 那个门开不紧 开不到的时候 你好像要经过这个门 出去的时候你好像要很辛苦 这样子走出去 这个就是心脏半膜的问题 只有开不到 或者是关不紧 开关不紧而已 而这两个里面 其实狭窄的情况又相对的比较多 可以说是占了大概有七十到八十八千 像平均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其实每八个人里面就开始看到 有一个人会有那个主动脉狭窄 属于中等的程度 中等或者是严重 至少有一人 主动脉狭窄 当他门开不到的时候呢 你血液要从这个左边的那个心室 崩那个血去那个你的头脑 你的器官跟你的手脚 由于受到阻碍 病人就会有一些的症状 就好像说 如果你一个长期 大家看到这个关卡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收费站 如果长期这个汽车被 因为那个收费站的系统 不足够去应付你的流量的时候 坐在这个汽车里面的驾驶者 你们会感觉到怎么样 会很焦虑 对吗 会很紧张 会很dension 很有压力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那个心脏的 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的那个 对不起 如果说你的那个门一直很紧 你的血液要挤出去 挤不到 蹦不到出去的时候 你的这个心室 也是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没有在可以治疗的黄金时期里面 去接受治疗的话 在最终的 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导致到心脏衰竭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除了要知道有这个心脏狭窄 主动脉狭窄的问题之外 也要知道如何在什么时候接受治疗 那么多常见的主动脉狭窄的问题里面 获得性或者是年龄相关的概化性 是最普遍 或者是说我们也是用一个简单的词 我们叫退化性 为什么我说在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看到的这个疾病会越来越多 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活技术 还有那个生活水平跟医疗技术越来越好 大家的那个生活的平均年龄 已经从以前65、70 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开始会越来越上升 75、80 所以当你可以看到你越来越 爸爸妈妈他们到80岁的时候呢 除了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有些病人会伴随着这个半膜 那个半膜概化的问题 这个也是带回合 就是从这图片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在一个很健康年轻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半膜 然后当开始上了年龄 这个主要是一些那个 二叶主动的半膜 就是说从天生 它不是三片半膜 它是两片半膜的 然后这个是主要是因为年轻小孩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叫做风湿热 就是一些细菌的感染造成的 而D概化性的这个主动脉半膜 概化性的那个主动脉半膜呢 是最普遍 这三个问题里面 这个是D 是属于最普遍最普遍的情况 那大家就会问 什么原因除了年龄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可以造成到这个主动脉半膜退化 当然有 它和心血管疾病的那个风险因素 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有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异常 吸烟 这些也会造成到 你的主动脉半膜 有一些发炎 钙化 退化的情况发生 慢性肾病的病人 或者是当他开始有 那个冠状动脉疾病的时候 这个主动脉半膜的疾病 也逐渐的 逐渐的普遍跟平凡化 所以说 如果大家除了 一直在针对着 其实大家针对着 这个冠状动脉的 那个预防和治疗的方面 其实有间接的 可以帮助到你 放缓那个主动脉半膜的 它的那个进程 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老人家 家里有老人家的话 不管是祖父辈 还是爸爸妈妈 上了年纪 他们都会说 有一些症状 其实心脏疾病的症状 都是差不多相同 胸口闷痛 走路的时候气喘 很累 很疲劳 平时我可以上到三层楼 如果我发现 我现在上到两层楼 上到一层楼 我开始要慢慢停下来了 可能我上到半层楼 我一定要停下来 因为很喘 这些都是一些 大家不能忽视的一些症状 如果爸爸妈妈说 或者是祖父辈说 我以前可以上到四五层楼 我现在上到三层楼的时候 或者是两层楼 开始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记得要带他们去见医生 接受一些检查 而不是说等到他走平路的时候都气喘 或者是说躺着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感觉到气喘 脚水肿 才去接受检查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 miss了那个黄金期 当然除了气喘 当然除了气喘 劳累之外 有些病人说他心跳很快 不规律 头晕 有时昏倒 昏穴 这些都是一些 可以关系到心脏疾病的症状 好 又来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测试 主动脉霸膜狭窄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因素的话 原因的话 我准备倒数一二三 然后举手答对的 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三二一 我看到那儿 戴眼镜的那位 答案是什么呢 D D OK 年龄相关概化性 对 来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这个主动脉霸膜的疾病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如果暂时没有的话 我就继续 下一个问题 主动脉霸膜狭窄 有哪些症状 只要有答对了两个都可以了 一 二 三 好 这位小年轻人 疲劳 还有 头晕 OK 好 对了 来 疲劳 头晕 胸口闷痛 气喘 心跳很快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症状 在这儿 对了 那么当你有开始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就会去见一些医生 医生就会 可能去见的一些是普通医生 你可能会去见一些是心脏科的医生 其实他的诊断都是从一个听诊开始 如果听诊医生听到有杂音的话 他就会叫你去做更加详细的检查 比如说这个超声波 这个超声波的那个心电图 有些说心电图 然后所以超声波的心动图 心电图 有些病人就需要做这个 介入性的心状导管术 来检查其他的问题 听诊是最容易的 如果你的门有问题 太松或太紧 医生只要放个听诊器 即刻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当然从这儿 并不能告诉我 它到底有多严重 而只有当你去做这个 那一个心电图 其实到最后 除了X光片 最准确的呢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Echo Cardiogram 就是那个超声波 这个超声波就好像 孕妇去检查baby的时候 看那个小孩的 那个超声波心动图 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放在那个心脏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 你的那个心脏的那个构造 它的门开关有没有问题 当如果我们知道 他的那个超声波心动图 看到门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评估到 你是属于轻微中等 或者是严重的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症状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说 一定要快点去检查 因为他有一个潜伏期 就潜伏期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有症状的 当你有开始有症状 而没有再去接受提早 检查跟治疗的时候 他的平均年龄 你会看到他掉到那么的快 两年 四年跟五年 所以如果你开始有那种 心脏衰竭的症状 他的那个生命期就更加的短 这也是为什么 他和其他的那个癌症比较起来呢 当你已经miss了那个黄金期 去到重度 已经不适合开手术的时候 他的那个生命期就那么的短了 其实这个主动脉半膜的疾病 它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其实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都已经有类似的问题 只不过说当时 没有那么特别的技术呢 主要的治疗都是只有手术 就是我们说的 开这个胸腔的手术 然后药物管理 只是控制你的症状 这个主动脉这个治疗呢 药物管理并不适用于 把它倒退你的那个狭窄的状况 它只是控制你的症状 不要那么的气喘 胸口闷痛 但是那个构造的问题 还是在那边的 如果构造的问题 不能开刀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开刀 是最主要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 但是如果它不能开刀的话呢 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 那个技术 就是今天也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所谓的导管植入术 从1960年的时候 已经开刀 趋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 那个经验 就是说大家的 外科医生的经验 在治疗这方面都已经 开始趋向于稳定 但是还是有一些病人说 万一他miss了黄金期 或者是他太年老了 75岁85岁 大家就会问说 85岁我还要让我的那个主父辈 去接受那个风险 去接受治疗吗 可能大家都会说 最好不要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护士他们的 那个疾病 对不对 我们也不应该讲放弃他们 我们是说想要看一下 还有没有一些比较 微创 比较一些低风险的治疗方式 也就是这个导管植入树 从1985年 我们当时只有说 只是用那个balloon 球囊把它推开 那个洞口比较大之外 到现在2002年开始 我们可以透过导管植入树 放入那个半膜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在全球来说 我们已经有了超过20年的历史 20年的经验 而这个病人 其实从2002年 第一位接受这个导管植入树 而到2009年 这个技术被引入 那个马来西亚的 国家心脏中心过后 我们的心脏中心 其实已经开始有10年的 这个经验 针对这一些病人 不能接受开刀手术 但也还是可以在接受 这个导管植入树的 那个治疗了 其实在我们 评估病人的时候呢 如果属于低风险的病人 我们开刀还是最适合的治疗 但是如果他已经miss了 那个太年老 或者说不能接受这个高风险的手术呢 导管植入树就是其中一个可以的选择 而这个症状 我们 为什么有些病人是接受这个DARVI 我们叫做DARVI 或导管植入树 是因为你看 你看他们的那个 我们叫做他的一些风险 跟他的疾病 其实不是那么的单纯 很多时候是高年龄 太虚弱 曾经有中风 然后呢 曾经有 开过那个冠状动脉的绕道术 如果你要他再做第二次的手术呢 你都会说我也怕 对不对 病人本身就说 我可以再接受第二次的那个大型手术吗 或者是他有那个慢性肺炎 怕开到了过后 我还能呼吸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而TARVI呢 就是一个属于微创 心脏不停 就是说我们没有让那个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底下 接受的治疗 普遍上我们都是用这个股动脉 就是我们脚这边的动脉 当然如果病人是有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透过这个治疗的话 透过这个导管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心肩 主动脉的那个 或者是那个颈动脉 而他的植入数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 它是复杂起来 又不会讲太困难 只要说 没有一些不允许的因素 你的那个构造OK 你的那个血管大小都适合 年龄适合 风险全部都已经评估了过后呢 他的手术平均都是大概在一小时到一小时半 好 最后应该是最后一个 最后第二个问题 哪一项不是重度主动脉 就是严重程度的治疗方式 外科 外科 药物管理跟大桥手术 如果还知道的话呢 准备举手 一 二 三 好 这位女士 D 对 因为大桥手术是给心血管疾病的 而不是给那个主动脉绊膜的 OK 然后呢 我只知道这个接近我的尾声 我就是说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Tower 就是导管植入树的情况底下 如果不适合开刀 太过高风险开刀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心脏没有停止跳动 病人 有些病人是属于 我们给他麻醉昏迷 有些是不需要麻醉昏迷的 就是说只是麻醉而已 当我们只要把那个它的导管 可以透过你那个半膜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简单 快速放你的心脏的那个半膜 它是已经被压缩在一个球囊里面 在五六十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 到目前技术越来越好 你也看到你的那个电话呢 从以前比较容量越来越多 它的那个导管呢 荧幕那些越来越好 这也是为什么在生活 医疗技术方面 大家也发现到 从以前我们需要很大个的 那个动脉的size到现在越来越小 然后只要在一个 X光的那个导向情况底下 这个半膜进到去你的那个位置 然后找到它一个准确的位置 然后它只是短暂的 几秒钟 它就把那个半膜打开 然后整个手术就完成了 位置确定 这个只有几秒钟 它只是把你的主动 旧的主动脉半膜推去旁边 然后这个半膜就开始 它的操作 然后这个手术呢 就完成了 好 到最后 就是今天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还要大家分享的 就是主动脉半膜 它的病率 患病率开始发现越来越高 当然如果有症状 不接受治疗的时候 它的风险 它的那个死亡率也更高 主要的症状 胸口闷痛 呼吸困难 昏血 如果有的话呢 接受医生的检查 看是新冠 冠心病的问题 还是半膜的问题 然后如果呢 它是属于严重的话 我们就会看 它有一个医疗团队检查 属于低风险的话呢 开刀还是比较适合 如果是上了年级 高风险 评估了过后 属于适合这个tower的话呢 我们就会进行这个tower OK So 我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络我们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Dr.T 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 这个讲座 谢谢 刚刚我准备一下 就准备Dr.T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最重点的一样东西 我觉得应该就是 不要错过黄金治疗期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去 如果有症状的话呢 直接一定要去 做checking 做health screening 所有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保住大家的名字 对不对 OK 所以非常感谢Dr.T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Q&A的环节 那我们先从线下开始好不好 好 我们开放给所有在场的来宾朋友 那有什么东西要询问我们Dr.T的话 可以举个手看一看好不好 来 好 任何问题都可以 什么问题都可以 什么问题 关于到心脏的问题都可以 心脏的问题都可以 来 我们前面这位黑色衣服的美女 来 Hello 你好 你好 Dr.T 其实刚才我看到 你有放一个 external device的东西进去那个心脏模那边 对不对 那个东西是可以 last for how long 还有它是需要给 replace吗 过了 certain years 还有 刚才我想到什么去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 那个external的东西 其实是通常啦 因为我相信通常 我不懂是不是你是从医院来的 把这种东西其实是 尤其是我们做insurance的 它保险里面的那种是包不包的 这个东西 OK 这个半膜的那个直换的话呢 它就是手术 它就是通常 它会是用那个metal 就是金属 然后有些病人是属于动物 动物的那个半膜 而这个呢 是属于动物的半膜 OK 动物的半膜 它的那个 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它的可以last到多久 就是10到15年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也是为什么说 在这个属于75以上 它是还是属于这个diver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有些病人他太早植入这个的话呢 他10到15年过后他有那个问题 有些病人是放第二个 OK 这个在国外那边呢 是有那个经验的 包括说有些病人说年轻的时候放了那个开刀的 但是过了15年 30年 20年 它坏了 那么他又要放第二个 他又要再开刀 那个换那个半膜的话呢 我们就是属于用这个diver 它就属于比较低风险 然后针对第二个问题 那个保险方面的话 他的那个 我其实这个是目前我所知的是 他个别的保险公司是那个 他们的 他们的怎样说呢 case by case basis的 所以他不像是好像说病人说 我去做心血管检查 那个放那个stand的话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的话是看那个 你个人的那个insurance 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OK 来 这位 可以知道那个费用吗 他的费用 其实他的费用 这个就相对的比较不高一点 他就比较高 他比那个开刀的费用的话呢 他的那个WALF大概是40到50 如果是这个的话 大概是他的两倍 100这样子 100K OK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进行 我们有线上的一些观众 要来提问一下 Dolote Dolote 你好 有时候我会觉得心脏会忽然快 忽然跳得很快 但是我只是静静的作者 这代表有可能是心脏病的症状吗 还有主动脉伴 在健康 叫年轻人身上 常发生吗 谢谢 所以我先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online的观众 对 他说如果我的心脏在坐着 静静坐着感觉到很快的时候 其实我 这个是不是心脏疾病的症状 如果 其实是 因为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COVID 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COVID的情况发生 大家对这个健康治疗 跟那个醒觉提升了很多 对不对 尤其是说 现在很多时候 家里人都会有那个Pulse Oximetry 有一个心脏的那个检查 那个血压的检查 但是血压检查那个心跳 它只是检查那短短的几秒钟 如果你本身感觉到你心跳很快 你要知道你是快到多少 有时候大家不会去自己把脉 对不对 不懂自己心跳快还是不快 你只要把家里那个Pulse Oximetry 就检查那个血液的含氧量 那个机器放在你的手指 它除了检查你的含氧量之外 它也可以看你的心跳快还是慢 如果你的心跳正在休息的时候 超过100 那个不正常 OK 那个不正常 那你就可能要去 那个最近的诊所做检查 而检查 最好的检查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看下它这个快 是属于哪一种的人 哪一种类型 有些病人这个心跳突然快 它只短短的几秒钟 但是很频繁 每几个小时跳一次 或是每几天 或者一天里面有四五次 但是每一次的时候 就是短短的十到十五分钟 它就是去到诊所 就已经回复正常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可能你就要 一些医院 他们就会提供一个 带回家的那个 摩包的那个机器 放在你的胸口 它就会一直连续性的记录 两天啊 三天你的心跳 好像一个你的ECG这样子 然后医生就会看你那三天 你的那个心跳快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主动脉半膜在教年轻 健康教年轻的人身上发生吗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平凡 主要刚才我说的 概化性都是平均起来 都是七十五以上 除非病人是慢性肾病啊 有心血管的疾病 我有看过六十五岁 有这样的问题 概化性退化 或者是退化性的 这个主动脉半膜 但是如果你说 是低于那个五十岁 四十岁三十岁 那个半膜它可以有问题 但是它不是因为概化性 它可以是因为细菌的感染 造成到那个门不能关太紧 或者是说有些病人 是因为那个accident trauma 它的那个半膜突然间被撕裂了 这些年轻的病人 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要紧急手术接受治疗的 OK 好 这个问题问的是Micky 对不对 Micky 有收到吗 收到的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OK 谢谢Micky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吗 好 那下一个线上online的观众 他有一个问题 来 下一个 OK 他的名字是Sharima Hi Dr. Te It stress the man cause of heart attack 就是压力 压力 是造成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吗 OK 这个我要答英文 还是中文呢 OK 他是 Sharima Sharima Sharima应该是 我们的有诸同胞 应该是有诸同胞 对 有诸同胞 OK 我答中文 然后过在 可能我 过后要回答英文 或者买文 所以那个压力的话呢 其实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或者说 我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看到那么多 heart attack 有些病人突然间来的时候 有那个heart attack 就是说 ECG心电图 它的症状心电图 都讲 属于严重性的心血管阻塞 这个其实是低于5% 就是说 大致上95%的 我们他做紧急通波仔 我们是看到100%阻塞的 有血块导致到血液不能流动 所以需要紧急通波仔 把那个血块抽出来 如果他还有狭窄 他放支架 血液流通 OK了 他的那个心 heart attack的issue才settle的 但是有一些病人 是低于1% 他有那个 我们叫stress的cardiomyopathy 就是说 他因为那个外在因素 突然间骂架 突然间情绪不稳定 或者是一些电影的 一些太过血腥之类的情况下 造成到 他情绪上一些失调 然后他有胸口症状 疼痛 而他这个疼痛 尽管休息 他也不能消除 他去到医院做心电图 发现到是有heart attack的 那个问题 然后我们做angiogram 其实是没有看到 有血管阻塞 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stress 其实间接 这个是第二个stress 大家普遍讲的stress 就是说 会不会 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血压 然后会影响到你的 当你有这个血压 年轻人有血压 然后又没有照顾 你再加上有糖尿病 吸烟的话 这三个当然就会造成到 你那个心血管的狭窄 然后到十年 二十年 他就会有阻塞 这个也是他的那个原因 所以我说 我说 我说 stress 是 1% 它可以 cause acute heart attack 但最后 这次 它会造成 其中 其中 病毒性 你的血液、乳酸、乳酸 然后这些危险会增加 脂肪的危险 或者我们叫脂肪的脂肪 当然,10-20年后 你会有危险的 脂肪的危险或心疾病 好吗? 好,谢谢 Dr. Tate 谢谢Sharima 谢谢 我们再次非常感谢我们的Dr. Tate 请Dr. Tate留步 感谢Dr. Tate为我们带来 有关心脏疾病以及治疗的 精彩见解 因为Dr. Tate留步在台上 好,为了感谢Dr. Tate的当儿 我们也要邀请我们Allianz Malaysia的代表 就是Mr. Lawrence上台 赠送纪念评 给我们的第一位主讲嘉宾Dr. Tate 谢谢 好,谢谢Dr. Tate 已经谢谢Mr. Lawrence 有请你们两位就座 谢谢 好,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二位 健康讲座的演讲者 他本身是在 University Kibansar Malaysia 也就是我们UKM 获得医学学位 并在英国接受了研究生培训 他在槟城医院 开始了神经病学的专科培训 随后前往吉隆坡医院 在获得澳洲Monash Medical Center 是神经学运动障碍研究员之格后 他前往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也就是我们QEH 担任顾问的 他本身也是我们美国神经病学学会的会员 也是Saba Alzheimer's Disease Support Association的 创始主席 那各位来宾朋友 线下线上的朋友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来自我们 Gland Eagles Hospital KK的 神经科和内科医生 我们的名字是我们 Doctor Chris Chong 大家好 刚才我听我的心脏的同事讲解 他觉得他的华语讲得很好 我可能没有讲他讲的华语这样流利 而且我的slide也是用英文的 所以 OK OK 我怎么样 怎么样 go to next slide OK 好 我今天要讲解一些关于中风的课题 好 在等下30分钟以内 我会跟你讲解以下的课题 第一个是 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乎和关心关于中风这种疾病 什么是中风 中风有什么症状 什么是中风的风险因素 然后 然后 医生怎么样诊断那个人是中风的 然后 如果是那个人有中风的话 有什么治疗 然后 什么是中风以后的 拼发症 然后 然后 有什么方法来可以减少以后再中风的机会 然后 中了风的人 他的 他的 他的前景会是怎么样 OK 我看 我有一些问题 OK 好 so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 the statistic 就是那个 统计局的那个 报告 中风是 主要 造成 一个人 长期 残障的 主要原因 你知道 长期残障的意思 然后 中风也是 第三个 最大的 造成一个人 死亡的原因 通常 最大的原因 通常是 心脏病 或者是 cancer 其中 有些时候 第一年是cancer 有些人 有些时候是 心脏 通常他们是轮流第一个第二 通常中风是第三个 然后 大多数 中风的年龄 发生在 中年 就是55 到62 这样子 然后 差不多 六七十八千的病人 是我们叫做 缺血性的中风 然后 有差不多 三十八千是属于 我们叫做 触血性的中风 这是根据我们马来西亚 有做一个研究 就是关于马来西亚 多少 八千的病人 是哪一类的中风 有没有办法 有人帮我control 那个slide 如果你有好像我这样子的年龄 还有对历史有点研究的话 你大概可以记得这几个老人 OK 在这边的是 那个时候的英国首相 这个是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 Rosevelt 就是 罗斯福 这个人是 苏联的那时候的领导人 史大林 所以 那时候是 这张照片 是在1945年 那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 差不多要尾期的时候 拍到的 OK 所以那时候是 他们谈论怎么样 瓜分 德国 战败了之后 留下来的那些土地 根据医学的杂志的报导 那时候 那个美国总统 他的血压 当时是 多少 260 over 150 我看已经超过了 现在我们量血压 那个 那种 机器量血压的东西 你看 他那个时代 194多年的时候 高血压 被认为是 我们人体 年老之后 一种必然的情形 所以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 高血压 是造成中风的主要原因 所以 差不多 两个月之后 这个 美国的总统 他就脑出血 就去世了 那时候 过了不久之后 就是 邱吉尔 和史大林 他们两个人 都也是中风这样子去世了 所以 只是跟你讲一点 简单的 关于讲一些 有些人中风的历史 OK 什么是中风 什么是stroke 其实中风是脑血管里面的疾病 中风那个字 那个英文是从一个希腊文 那边 Apple Black Sea那边来的 他的原文 他的希腊语的 如果翻译回我们中文的话 其实就是被撞击 或者是被鞭打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 当我们的脑 某个部分 那个血液流去 那个脑的部分 不然间中断的话 我们脑那个部分 功能上 就会被上市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 这个就是 中风的特点 中风 他的问题是 比较复杂 而且 有很多 不同样的原因 而且 如果中了风之后 对那个 对个人来讲 有不同样的 结果 所以 有些人 他的失去功能 是暂时性的 有些人 是长久性的 有些人 是轻微的 有些人 几乎是 毁灭性的 所以 有些工人 可能会进步 有些人的功能 可能没有办法 过了好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都不会进步 next slide 中风有两种 一种是 我们叫做 ischemic stroke 基本上是缺血性的中风 另外一种是出血 缺血性的中风 就是血管 有 忽然间阻塞了 忽然间 空位里面的 血管里面的空位 狭窄了 所以 血就流得不是很好 去脑特定的部分 所以 脑的部分 就够的营养 没有空气 就不能够操作了 不能够操作 功能就会减少 或者是上市了 所以 看你是 脑哪一个部分弄到 所以 那个人的 表现出来的症状 就不一样 如果是 那个脑的部分 受影响的话 是控制 比如说 一边的手脚的力 或者是 感觉的话 那个人会感觉到 忽然间会 没有力 一边 或者是 一边 会麻痹 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就是 好像我们叫做 缺血性的中风 就是基本上 好像那个水管 忽然间塞住了 没有水过去 然后那个 出血性的中风 基本就是 我们华人讲的 爆血管 爆血管 就是 血管爆裂 出血了 那个血 就挤在 脑附近的部分 压作 那个脑附近 那个神经线 所以那个功能上 也会受损 Next time So 我讲解一下 关于缺血性的中风 So 缺血性的中风 比较常是 因为我们的血管里面 它的皮层 会越来越厚 为什么会越来越厚呢 就是因为 有那个脂肪斑 脂肪斑 就是可能 刚才我的 那个心脏同事 可能有讲到 就是 基本上是胆固醇 你长期性血压高 糖尿 这个 它会 里面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的话 那个 那个 血小板 或者是红血球 它就会挤在这边 挤在这边的话 里面的空位 就越来越小 这样子的话 到了一天 它太狭窄的话 那个血流就流通不到 所以那个人就中风 或者是 形成了这个血块 它可能会脱下来 它跑去其他地方 所以也是造成那个人 会血管性的缺血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有一些血块 可能不是巨步在这边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有些心脏的问题 或者是血管 也是有血块那边 它可能从心脏流去那个大脑那边 所以挤在这边也是会造成那个人中风 所以这就是通常人家病患者有这种缺血性中风的主要原因 Next slide So 那种 通常那个 如果是从心脏来的血块 通常是 一些 心跳不亏力的问题 最常见是那种我们叫心房颤洞 英文叫做 atrial fibrillation 因为有这种 心房颤洞的问题的话 那个人有几乎四五倍的机会 比普通人 没有这种病的人 更容易中风 So 因为他那个血块 可以从心脏慢慢流上去大脑 或者是从颈这边 拨出来 跑去那个脑 OK Next slide 第二个 OK 好 So 如果是脑出血的话 它也是有几种 So 最常见的是 脑 头颅里面出血 这个通常是因为 某些人他的血 高血压控制不好 通常的最常见的理由 这个脑里面出血 有些时候 比如说 头颅 我们外面这边有一个硬末 有些时候 如果是打到头什么 它也是可能会出血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硬末下出血 这种类出血呢 就是通常年轻人比较容易有 这一类呢 就是老人比较容易有 这一类的话 通常如果是 就算是老人 它打到头一点点 也有可能会有这一类的出血 我们叫subdural hemorrhage 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 蜘蛛往下抹出血 这一类的是 通常是 那个人有一些血管的疾病 比如说是 我们叫做动脉瘤 英文叫做aneurism 我相信很多人有听过 这种是 如果是动脉瘤突然间爆裂出血 它们就会有这种 我们叫做蜘蛛往下抹出血 OK 第二个 So 什么是造成中风的高风险因素 基本上我们有分成两个种类 一个种类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那个风险因素 就是我们的年龄 我们的种族 我们的性别 还有那个人的家族历史 所以我们年纪越大的话 中风的机会就越高了 有些种族会比较容易中风 然后 男人可能比女人比较容易中风 还有如果那个人有家族历史的话 也是比较容易中风 所以这些 但是这些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这种东西我们不能够改变 抽烟 抽烟和高血压是两个最主要造成中风的主要原因 然后 糖尿 还有 胆固醇过高 还有一些 好像刚才我跟你讲 那个心防战动这种问题 还有一些睡眠失戏这样子的问题 这些都是造成一个人比较容易中风 所以 如果是 什么是中风的症状 next time 所以 通常我 我跟我的 病人讲 就是 叫他们记住这几个字 be fast 所以 比较容易记 但是你要知道 中风 它是突然间来的 因为那个血管 是 either你是爆裂 或者是 射注的话 都是突然间 如果有一些症状 是 慢慢来的 好像几个月 几个星期 那种不是中风 所以 你记得 中风是突然间来的 通常病人 他知道 我问他几点开始的话 他们可以跟我讲 大概几点开始 12点 还是1点 他们知道 因为那个是突然间 之前他们好好的 忽然间那个时间 所以 这个是 sodden 忽然间 你记得这几个字 be fast be 是balance 英文是balance balance就是平衡 如果是那个人突然间好像 转 或者是走路不太稳 这样子 然后 e 是for eyes 就是忽然间 看不到 或者是看到两个影子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 f 是for face a 是for arm 脸部和手脚 忽然间 没有力 或者是麻痹 还有 s speech speech 啦 speech 是讲话啦 就是不然间 口齿不清啊 或者是 有些语言上的问题 然后t 是time 就是 早点去 叫999 去医院 所以你记得这个be fast 就比较容易知道 next so 为什么我们要尽快治疗呢 因为 以前我们讲时间是金钱 现在是 在中风的人来讲是时间 就是脑 脑细胞 因为你要是迟一分钟啊 我们的脑细胞会损失差不多两个million 当然我们脑有很多million的那个脑的细胞啦 但是你觉得损失两个million的脑细胞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你迟了一个一个钟头啊 你损失差不多一百一千两百万的那个脑细胞 对那个人可能会很大影响 他差不多等于 等于我们脑自己自然衰退差不多3.5年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time is brain 就是时间就是那个脑细胞 next one so 当 要是那个人来见医生啊 因为有中风的迹象啊 通常 医生要怎么诊断那个人有中风呢 就是基本上 先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个人中风是缺血性的中风呢 还是出血性的中风 因为那个治疗方法不一样 so 最常见的话 如果你去医院的话 通常医生可能会帮你做一个叫做CT scan 就是电脑断层扫描 so 这个如果是正常的话 你会看到是这样子啦 这是从上面看那个人的脑的 这是前面后面 这是左边右边 如果是出血的话 在CT我们会看到白色这样子的 如果是缺血的话 我们看到它黑色 so这样子我们知道 那个人是缺血性的中风呢 还是出血性的中风呢 然后next time so 有些时候医生也可能会做这个 我们叫mri mri就是磁场工整器 so有些时候中风如果是初期的话 前面那几个钟头 有些时候CT可能看不到 所以有些时候医生可能要做mri 才看得到 有些时候医生也有可能做 我们叫做 ultrasound就是 ultrasound是 超音波检查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超音波检查 看脑的血管 或者是颈的血管 next time 因为有些时候中风跟心脏的疾病有关系 医生也可能会检查心电图 或者是应该刚才我的 刚才那个心脏同事应该有讲解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种检查 就是可以记录那个人的心跳 很久 比较久一点 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以前我们只是可以记录一天 现在我们可以记录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特别是要记录新防战洞 因为有些时候新防战洞 它不是一直都在那边 所以你平时做的ECG你看不到 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记录比较久一点才看得到 next time 如果那个人有缺血性的中风的话 医生有什么治疗 基本上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尽快把那个血液流回去 那个脑缺少血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给一些药物来减少那个血酸 来减少它扩大或者是它形成 通常是用这种抗血桥板或者是抗血泥的剂 来减少那个血酸 来不要让它扩大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人的高风险的因素 来预防再次中风或者是心脏病发作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那个缺少血的地方 尽快把它流回去 现在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我们在静脉注射 就是从那个血管那边打进一种药水 把这个血管打通它 说那个血会流回去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通常是我的同事会做这种东西 就是基本上用一个通过血管 跑去这个涉注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血块拿出来 基本上是就好像你家里的水管 把那个厨房里的水管射住了 你可能打一些化学剂 把那个射住的地方涌掉它 就是基本上好像你打进去这个涌血剂这样子 或者是你叫一个bumper来 去你家里把那个射住的地方挖开来 把它那个水通去这样子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原理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 是因为如果是比如说你可以想像这个地方 这个脑的地方要是没有血 很快的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扩大 那个中风的地方越大的话 影响那个人就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越快把这个血流回进去的话 就是把那个中风的地方缩小 就是对那个人就影响就会越来越小 就是基本上好像你有一块地这样子 比如说青草 如果是有水去那边 那个草全部是青的 有一天万一你那个水没有过去了 那个青草的地方 就会变去酷了或者是变黄了 所以酷的话 那个就等于那个细胞已经死了 不能够再生回去了 黄的话 还有机会可能会变回青了 就是你尽快把那个血流回去 就是希望那种 大概等于那个变黄的草 希望它会变青了 但是那种酷的话 就可能不能够救到了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尽快做这种东西的原因 Next slide 这个是我们通常注射的静脉溶血剂 它的分量是根据你的体重来给 但是必须要在中风发生之后 四个半钟头里面给 如果你是超过四个半钟头 就可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治疗 而且不是每个中风的病人都适合打这种药水 比如说有些人有进来有开过刀 或者是有出血的病 我未出血 刚刚未出血不久 如果是刚刚未出血不久 又打中风的话 这样子可能医生不太 这个病人可能不太适合打这个溶血剂了 因为他可能会弄到那个人会比较容易出血 OK 第二个是把那个血块通过一个管 跑去这个射住的地方 通常我的同事会把这个血块把它打碎它 然后把它抽出来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这个是脑的血管在这边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塞住了 那个Trompectomy 是基本上放一个管在这边 就是把这个血块把它抽出来了 就是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抽出来的血块 所以这种方法是适合那种很大血管 完全塞住那种血管 如果你的是小的血管塞住的话 这种就不能够用 所以就是用刚才我跟你讲那个溶血剂 如果是那个人是很大血管塞住的话 对那个人是很大件事 因为很大血管塞住的话 几乎一大部分的脑都会没有血过去 对那个人如果没有治疗的话 很大可能那个人不会 严重的话可能不能够 survive 就是可能不能够活了 或者是他的生下来的话 就算活下来也是可能对那个人影响会很大 所以但是这个很有用 如果是那种很大血管塞住的问题 说第二个 然后刚才是我跟你讲解是那个缺血性的中风 就是血管塞住了 现在是我讲下跟你 如果是那个人脑出血的话 有什么治疗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是脑出血的话 比如说血压高脑出血的话 如果是出血的地方并不是很大 影响也不是很大 通常不需要特别开刀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之后它可能会肿的地方 它会慢慢缩小 就好像你割到的话 那个血流出来 它之后还是会停 它只是肿它会慢慢减少 但是要是那个出血的地方太大了 所以会影响那个人生命 或者是那个人清醒程度没有这样好的话 这样子医生可能要做一些东西 一个就是 其中一个是如果是 我的那些外科的同事 有些时候是直接打开那个头颅 把那个血抽出来 第二个 第二个方法呢 就也是从这个头颅那边 放一个管进去那个出血的地方 然后他们打一些溶血剂 在这个出血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把那个血 编去比较细一点 让它比较容易流出来 这是第二个方法 然后第三个是 有些时候我的同事 那种外科的同事 它是直接用那个内腔筋 把那个血抽出来 这是如果是头颅里面 比如说血压膏造成脑里面出血 这样子的治疗方法 然后第三 如果是那个人是 比如说是 蜘蛛往下出血 因为有这个动脉瘤 动脉瘤其实是 你看这个血管这边 它好像那个皮层那边肿出来 好像形成一个 你知道好像一个气球这样子 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的话 它就到了一个阶段 它会爆裂出血 就是你听到 忽然间有人忽然间 头痛很厉害 一下子晕倒 通常是这种动脉瘤爆裂出血 这样子弄到 如果是那个人有这个 爆裂出血的话 通常有两种治疗方法 一种是医生可能要开那个头颅 找到这个 这个动脉瘤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放一个金属的架子 这样子 基本上帮你 当你驾住这边的时候 那个血就不能够流进去 这个动脉瘤 它就会 就是减少它破裂的风险了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 就是基本上没有开头颅的 就是通过血管 找到这个 这个 这个 放一个好像金属圈线这样子的东西 基本上是设住那个动脉瘤 当你设住那个动脉瘤的话 那个血就不能够过进去里面 它就会减少那个爆裂的风险 所以这个叫做 coiling 这个叫做 clipping 第二个 Next side 好 我就讲解一下 关于中风之后的后遗症 或者是拼发症 不知道你们明白什么是拼发症 拼发症的意思就是 如果那个人有一种疾病 或者是做了手术之后 原本那个疾病 有加了一些好像新的状况 所以造成 会造成那种原本的疾病 会变得更复杂或者更难治疗 所以需要额外的治疗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人有糖尿病 糖尿病那个血糖很高 过了不久之后 那个人的神经线就会影响 那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是脚的神经线 他们会麻痹 所以 那个脚的神经线 因为糖尿病的影响 就是那个糖尿病的拼发症 所以中风之后也有一些拼发症 所以 比较常见的是 如果是特别是那种大的中风 大的中风的话 有些时候 中的的话 他可能那个人的脑的肿 脑的中风的地方会越来越肿 所以那个人的清醒程度 可能会越来越差 或者是 有些时候 那个中风的地方 他可能会出血 OK 也有可能会 好像造成 抽 发症 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 好像感染 血管 塞住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 中了风之后 可能会 一些犹豫症 这样子的东西 Next slide so 怎样去减少再次中风的机会 基本上是控制那个三高 还有那个 如果是缺血精中风 他需要吃一些我们用血剂 或者是抗血小板的药物 Next slide so 我很快讲下 那关于那个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基本上是 rehabilitation 是 rehabilitation 福建 对了 福建 福建就是一个过程 帮助病人 恢复他们的身体的功能 还有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 通常是有一个团队来帮助病人 就是医生 护士 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语言师 或者是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心理补导 Next slide so 基本上 我看大多数你们都知道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的工用是什么 Next slide so 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我们叫TMS来刺激脑受伤地方 来帮助中风的病人 Next slide so Next slide so 通常病人会问我 中了风之后 有多少巴仙可以恢复或者等多久才恢复 这是最常见问的问题 所以通常医生不能够很准确的预测那个人有多快恢复或者死 但是大多数人 一百个人里面中风大多数人70%的人都会进步 差不多有30%的人可能不会太大进步了 那70%会进步的病人通常是前面那三到六个月中风的时候 他们的进步是最快的 过了六个月之后到一年八两年可能他们会有点进步了 但是没有前面那三到六个月进步这样多 OK Next slide 我看这个是 然后中了风之后有多少机会再一次中风的风险 通常第一年是最高的就是10% 过了之后第二年就是每一年是差不多5% 中了风之后也是有比较高一点的风险会有心脏病发作 所以我很感谢主办当局邀请我去给你们这个关于中风的讲座 因为医生不能够给很好的治疗 如果那个病人很慢来医院 如果是那个病人或者是家属知道那个病人怀疑那个病人有中风啊 尽快来医院的话 那个涌血剂或者是那个Trompectomy可以很快给的话 那个人的进步会比较好 而且可以减少那个拼发症 所以但是中风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因为中风的症状有很多了 比如说那个人忽然间看到两个影子 因为你可能是以为是眼睛的问题啊 或者是有些时候可能不会怀疑到中风了 所以会有些时候会不像心脏病这样容易啊 就是chest pain 心脏这里痛啊 那脑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我看这个是最后一个side 所以谢谢你的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再次的非常感谢我们Dr. Chris 为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关于中风治疗 以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知识 非常感谢Dr. Chris 那刚刚我有看到Dr. Chris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怎么样检测我们是否中风 就是那个be fast 对不对 sobe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到 就是有一点balance 不balance 对不对 有一点晃晃这样 那e呢 就是i 就是眼睛有点模糊 視野有点模糊 那f就是face face的话就是有一半 就是可能有点僵硬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第四就是arms 就是 手啊 脚啊之类的东西 有一些比较困难举起还是怎样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speech 讲话有点模糊了 最后就是 tea time 就要call999 就要去治疗啦 去救一啦 ok 这个be fast 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 大家可以检测自己是否中风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就是开放我们的这个Q&A的环节 那在场的来宾朋友那有什么疑问 如果要问我们Dr.Chris的话呢 举个手看看 来 好 这位男士 就是蓝色衣服的这位前面的 嗨 早上 Dr.Chris 一般我们听到人中风 我们都讲 在他的手指放血 这个是有根据的吗 还是唯一的最快是call ambulance 我看这个是通俗的practice 其实我觉得在其他的culture 其他的文化那边 不只是我们华人的文化会这样子做 其他的文化他们也是有放血 当然他们不一定是中风才放血 其他的病他们也是有放血 但是作为脑科医生 我不能够叫你在家里放血 而且我也是不太明白 怎样放血才可以 防住你的脑的血快点回去 那个受伤的地方 所以我知道是 几乎大多数病人都有跟我讲 他们在这里的病人都是讲 他们滴了血之后叉叉医院 但是我这个不是正统医血的方法 所以不能够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嘉宾 谢谢 OK 那来 我们再找出第二位 我们后面了好不好 有没有 举个手看一下 来 有什么要问我们Dr.Chris的 来 举个手 这边的有没有 Any questions to Dr.Chris? 前面的也OK 有吗 刚刚那一位非常棒 就是那个放血的 我也听了很多 我爸爸也是讲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就要放血 他只放哪里就不知道 来 这边 来 Doctor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什么方法能够就是预防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中风的风险 但是我发现到就是你做激烈运动 像去打Badminton的话 你很常会就是听说他们会突然间就是中风 所以如果你做激烈运动的话 是不是会增加你中风的风险 其实我看那些你听到那种新闻是 那个人打鱼球激烈或者激烈运动 或者是collapse 通常那个是心脏的问题 通常他们是心脏的问题 通常有些时候是如果我知道的 通常是有些人是他有一些 有些心脏里面那个 那个track 那个wire有一些问题 他的那个 他有那种心跳不亏力的问题 有些是kinetic的 有些是跟那个心脏血管塞足有关系 特别是那种很年轻就突然间倒地 你看他们走马拉松 突然间collapse这种 通常是跟一些心脏 他跳动不亏力有关系 而且是有些人是有关系到kinetic的 但是那个中风如果是激烈运动 中风就不常见了 除非是年轻人打到头 他可能是有那种 刚才我给你看那个 那个硬末外面出血 extradural hematoma 那种可能会有 他们会打到头了之后 他们会可能清醒一下子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突然间collapse 那个叫做extradural hematoma 那种如果你很快去送去医院 医生照那个脑看到这种出血 马上把那个血抽出来 那个人是可以活的 但是问题是来不来不及罢了 谢谢 谢谢 我们线上的朋友有没有问题要问 有没有comment 那边有 线下的吗 对不对 再来 Hello Doctor 你好 我想问 COVID positive过后 会不会attack那个心脏 增加中风的危险 其实COVID也是会影响脑 有很多关于 当时那个pandemic的时候 有很多COVID related stroke 因为那个COVID他们会影响那个血 血的那个凝固的程度 所以在那段时间有很多报导是 中到COVID的病人 他们也是比较容易有stroke 而且有些时候也是有报导是 某些我们打了那些vaccine 也是会弄到脑的血管 那个venus 它会射住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子的报导 心脏的 刚才好像听到有人问 我刚才那个心脏的同事 关于COVID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那个脑的是 COVID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好 谢谢这位朋友 我们线上我们online的 就是有一位观众 就是有位来宾就要问这个问题 Do all the stroke symptoms happen together or not necessarily to experience all the signs Do all the signs like Dr Chris 那边没有血过去 那个人可能的症状非常严重 比如说一边可能完全不能够动 或者是感觉没有感觉 甚至如果是脑有肿的话 可能完全会可能会清醒程度会减少 如果是那个中座地方 它不是说很大的话 它可能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比如说轻微的麻痹轻微的没有力 这样子可能讲话没有影响 所以未必所有的中风都是 所有的症状 刚才你听到那个BFast 不一定是全部一起发生的 是看那个脑哪一个部分 弄到还有影响的程度有多严重 要我用英语回答吗? 有没有 所以于是你需要我用英语回答吗? 不是 doesn't mean that all the symptoms will be fast and can happen together in one person.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all right, that's all for the good next session. Thank you, Dr. Chris. Dr. Chris, please leave a hand. We'll give you a second to Dr. Chris, please. 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 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 We'll invite you to our Alliance Malaysia代表 Mr. Lawrence on the table. Give us a special gift to Dr. Chris. Thank you. 好,也请 Dr. Chris. 等一下,我知道你们要上厕所,对吗? 你的Blade满了没有? 满了吗? 谁有做过Ultra Sound? 如果你要scan你下体的话, 有一个重点是Blade一定要满, 要满的要爆,你要尿出来, 他都不在管你造的, 因为他是要你full blade的才看得到。 那重点是,刚才我们有两个专家讲, 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科,神经科。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看了一个问题, 有人问,几岁要开始做check up? 几岁? 啊,乖,你要做check up吗,乖? 要做吗? 我告诉你啊,我曾经看过最年轻重癌症, 乳癌,女孩子四岁,都没有乳房。 是咯,男生都没有乳房咯,但是还有胸部啊, 有吗?有啊,男人也有, 我近期我们有一个客户,32岁,哥乳房。 胸怎么长掉了,都没有油的,没有脂肪。 曾经最年轻我看过的小孩子,中stroke,12岁。 所以没有,所以我只要你们说, 当医生在讲的时候,真的,你们敢敢去问, 敢敢去想,没有答案,很年轻对吗? 对不对? 人家讲说,搞完癌,男生重要吗?搞完? 搞完癌,只要记得哦,搞完是供40岁以下的, 不会供40岁以上的,所以要做check up吗? 要。 所以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华人, 泰国聪明还有问医生, 医生啊,点手指头放血的话,会治这个所谓的中风吗? 会预防吗? 哈喽,你拿针刺放多少? 一点,一点。 我刚才开玩笑,整个手砍掉他,放血更快。 对不对? 所以很多偏方,希望不要做医生。 接下来我们有,你们厕所回来过后, 你有看到那个帅美女吗? 穿黑色衣服,裙白色一点红的, 它是一个很好很好, 我们特地从国家心脏病,带他来跟你讲糖尿病。 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小事情, 千万不要小看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比心脏病更麻烦。 你们都不懂,刚才吃早点很开心,对不对? 放多多奶,吃那是那么多酱饭。 去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们待会再来一台。 OK,谢谢你。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Mr.Loren。 谢谢,谢谢。 好,那各位来宾, 我们现在就继续下半场的这个, 讲座之前呢, 我们将中场休息, 10分钟的break time。 谢谢。